大家好 因為現在有 修研究法的同學要寫 壽司論文計畫 寫壽司論文其實 也沒有那麼容易 各位必須要有足夠的 研究方法的背景知識 所以我才請各位一定要買書 那書本不一定老是會按照課本教 但是它會有進度的 有持續性的 讓你去蒐集到有用的資訊 那第二個各位要找的資源 就是線上的資源 線上資源很有用 我一般寫入我們各位看到 它就是目次不叫目錄 然後有摘要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然後目次表目次圖目次 這個各位請看 一般的碩士論文 那我建議各位如果是屬於 教育行為科學的論文 請找福利台灣師範大學 因為其他的論文它都 沒有一個系統性 而且每一個老師教的都是 各派各家學說 所以論文的架構可能會趨以凌亂 那我建議各位 因為你們是屬於教育行為科學 希望各位去找福利台灣師範大學 教研所 還有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的論文架構 因為我也是從蘇漢系統出來的 對於研究架構的嚴謹度 非常了解 我常常在講論文有五章 第一章叫序論 序論是一個空間讓你 表達你的思想你的哲學你的價值 所以我們常常說序論是一個理念性的東西 你把你的理念寫在這裡 它是屬於理念性的 文獻探討是屬於歷史性的 我們要從文獻探討去知道過去人家做了什麼 我常常做的比例就是 中藥裡面有神龍長白草 它在本草綱目或者類似的 書目裡面都已經把所有的草的特質都寫過了 中藥藥草 你不必再去嘗試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神龍是 最後怎麼死的 就是吃了毒草死的 那 文獻探討的用意就是 要把你的經驗累積 架齡在過去的研究之上 可以運用人家寫過的論文 所以它是歷史性的 第三個是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你是個人安排的 你是你個人安排 所以我把它稱為的是技術性的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 你有哪些的變相 你有哪個架構圖 它是有技術的 第四章我現在沒有寫在這裡 第四章我們是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它是有系統性的 它是系統性的 它是系統性的收集資料 把你收集的資料透過 統計的工具 提供數據 提供數據 然後再給你做決策的建議 一般來講 我們會在統計裡面看到 顯著或不顯著 其實那個P字的英文叫 Possibility of Error P的意思就是 當你接受的這個研究角色 而拋棄了系統角色的時候 你可能犯的錯誤 所以第四章 資料分析是屬於系統性的 第五章結論很建議 就是你要把 為什麼叫論文 就是要論文 不是報告 它是論文 所以在論文裡面 最後的結論是有實中性的 你不是空口說白話 你是根據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這樣 一目相成的流程 做出你的結論和建議 好 我再跟各位說一次 因為現在各位是在計畫暫寫階段 所以我這邊列出的是 三章 第一章叫序論 它是屬於理念性的 它是哲學性的 你的想法 第二章我先探討 它是屬於歷史性的 把過去的資料 收集進來 給你做參考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是技術性的 這是你個人決定的 你用什麼方法去收集資料 第四章 資料分析 是系統性的 你是有系統 有去收集資料 第五章 結論你建議 這是論文最珍貴的地方 把你所做的研究的流程 做結 這個結就是結論 其實我們在講論文裡面 一個叫結果 一個叫結論 請各位留意 結果是在第四章 結論是在第五章 因為結果是成果 所以你可以在第四章的最後 寫一個研究發現 那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可是結論請你審慎 它是論述 所以一般都是經典 二樣 不需要再提供數據 只有描述現象 接下來就是建議 其實論文建議怎麼寫 很簡單 因為你在寫論文的時候 序論是你有的想法 文信探討是有你找相關資料 研究方法 是你有的流程 收集到的資料 在第四章進行 統計分析 你把你第四章統計分析的結果 把它拿來做論述 就叫結論 你的結論請務必 可以呼應到你第一章的目的 跟第一章的問題 請一一論述 你論述完了以後 根據你的結論 再提建議 它其實 目的 問題 發現 結論 建議 都是在講同一件事 譬如說你目的有五個 即使你目的問題 發現結論建議 也就是那五點 一點一點請務必對應 好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論文計畫的摘要 接下來我會一張一張跟各位做說明 我們要進入論文的第一章 論文的第一章叫序論 什麼叫序論 就是 比如說你要寫論文 你要進行一個計畫 你要做這個計畫 在要做報告之前 做論述之前 跟大家講 我這一次的這個論文的背景 動機目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 國立台灣示範大學跟政治大學的論文 其實在第一章就是這幾個 請各位不要再把他的內容 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也希望不要再把別的內容移到這裡來了 最常發現的錯誤 就是把研究流程放到這裡來 其實研究流程跟你的個人的理念 是不適合那麼大的相關的 這裡只是告訴人家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做了什麼 怎麼做 請你到後面去講 為什麼 背景 其實現在對我來講 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 明明大家都知道 行動載記對學 對學習有幫助 對教學很有幫助 為什麼老師不用 為什麼老師不用 所以你就可以去進行一個論文 學校實施數位化教學的優勢與限制 這個是一個題目的可能性 再來就是相關因素的探討 也是一種可能的題目 現況分析也是一個題目 老師的動機 還有老師的使用意圖 老師的態度 都是你們可以做論文的題目 背景很簡單 行動科技發展到現在的 每一個人每天拋不開行動載記 可是就是不願意把它用在教學 如果從我來說不必要經過研究 不必要經過研究 當然答案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懶 第二個就是自私 就這兩個 可是沒有能用這個當委研究的主題 我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 其實答案你都知道了 我再告訴各位 答案你都有了 我們只是經過一個 系統化的流程 經過資料的蒐集 把答案找出來 比如說 學校裡面老師願不願意使用行動載記 當然願意啊 他生活上 看資性溝通他願意 用在教學上 因為對個人的 行動的報酬誘因比較低 所以老師就懶 老師懶了 就影響整個 教學的成效 這就是為什麼 國內 行動載記要在 學校裡面推動 有很大很大的限制 好 請你用個人去思考 背景到底是什麼 你有沒有動機 你可能沒有 但我絕對有 因為我在這邊已經奉獻三四十年了 所以我動機是蠻強烈的 重要性有沒有重要 這當然重要 研究的目的 其實我常常在講 碩士論文的目的 就乾脆就寫了 為了升等提序 你乾脆就這樣寫 而這又不能寫 所以你們要去掰 要掰得合理化 那 研究目的就是 當我進行這個論文以後 我很想知道 一些行為科學的現象 幫他找出答案 然後接下來 就是你要列出 根據你的目的 列出你的代答問題 然後你要進行問題的時候 一定有限制 各位的限制很簡單 時間不夠 請不夠 對象不容易找 最大的限制就是 填打問卷的人 都沒用心 這是最大的限制 其實我當教授那麼久了 我其實很不喜歡一種問卷 這種問卷現在題目又臭又長又多 他全國發了一兩千份 現在台灣有二十萬的碩士生 每一個人都花兩千論文 你看看 論文有沒有泛浪 學習性論文 我認為 對象不需要超過一百個 意思不是要超過五十個 題目不要超過四十題 不要超過每一個因素 不要超過三個項度 每一個項度不少於三題 各位用這種方法 去進行你的問卷設計 你最大的限制來自 我常常在講工具有三種 一種是教學工具 他的問題來自於 教學工具是否有效 有信度跟效度 第二個問卷工具 你設計的時候 是不是問到你要問的題目了 回答的人是不是忠實的回答到你的問題 其實很難 特別是我告訴你 國小學生的問卷他們所表達的 你以後等到你問卷收集回來才知道 那是你問題的開始 因為你問學生說 請問數位學習 對教學有沒有效用 全部都跟你寫有 最有效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去分析 這種問題叫做 很笨的問題 叫Stupid question 不需要問的 可是各位常常都去問一些不需要問的問題 所以問卷回收以來 完全沒有差異 所以你就牽制很多 各位如果是學習性論文 你從其他論文剪貼 我沒有意見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告訴各位 當你的論文送到 國家總圖的時候 國家總圖會跟你分析 你的論文有多少是處理你自己的手筆 你的論文有多少是來自於拷貝 這個是超過十年前在國際人討會就已經有了 你從上去他就知道你的那個貢獻度 還有創新性 那現在國家總圖之後再做 數得也有再做 你們論文都會送進去 你們的論文已經送進去了 可是我們都沒有告訴你們 你可以到線上查一下 讓知道 因為我們數得 不以這一點作為必不必要的要求條件 再來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在教育性格裡面叫名詞解釋 在資訊管理它叫變相 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 名詞解釋它有分概念性定義跟超多性定義 什麼叫概念性定義 當我在講學校老師的時候 你在講學校老師可能是針對你 做論文的那些學校老師 可是一般的概念性定義指的是 所有的學校老師 所以老師發大塊擾 你要把你講的學校老師定義從什麼 比如說他是用過電腦的 對電腦有興趣的 他的程度到底是在哪裡 你可以把人家講的 概念性定義叫超多性定義 就是定義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如果 我談到林屬榮 因為剛好我們班上也會叫林屬榮 所以當我提林屬榮就是他 但是你當時會唱 你講林屬榮一定不是他 一定是那個會唱歌那個林屬榮 好吧 細論有很多 各位可以把你的想法 你的哲學 你的信仰寫在裡面 這是一個很珍貴的地方 這就是各位論文的第一章 我上面寫的十頁 就是等到你真正論文成型 希望你有十頁 這是第一章的說明 我們剛才把第一章講過了 我現在跟各位介紹第二章的撰寫方法 第二章的名稱叫文獻探討 英文叫Literature Review Review 序論就是 Preface 那 文獻探討怎麼做 請各位務必要做一件事 請你到網路上去找五篇 你要做論文的相關文章 一定要找五篇 五篇是論文 至少你手邊要有兩本 五篇是文章 至少你手邊要有完整的紙本的論文 兩本 那各位蒐集到了以後 你才會知道往下怎麼做 其實每一樣都要花時間 那麼在文獻探討裡面 我們要去找你相關 我說 其實各位都聽到很多人去投期間雜誌 或者是去投研討會 投研討會叫發表文章 那期間雜誌 一般它都是會有 它是等級比較高 各位應該聽過一個叫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那叫社會行為科學的 Citation Index 叫 我中文不知道怎麼翻 就是引述引證之類的東西 那這些文章的要求都是很嚴格 其中有一個要求就是 你必須要建立在現有理論基礎之上 所以你要找那個理論的相關過去 過去的發展 它的趨勢 還有它其他相關領域的理論 還有 完全是你要去找一些 我跟各位講 不知道這個論文 其實一個最可以找的就是叫做 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的英文叫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叫科技接受模式 那我把它找出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去找 大部分的论文在前五年 在资讯管理跟教育里面 教育科技里面 98%都是用这个理论 所以这个理论已经被用得太频繁了 太频繁了 那你可以这样一样就知道 Tekonology Acceptance Model 它的模式大致上是如此 这就是它的模式 就是它的模式 你要把这个模式引进来 又发展成你要用的 这科技接受模式有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到第四版 跟它相关的还有 一个叫理性行为理论 一个叫理性行为理论 反正它有很多 各位一定要去找出这个作文的理论架构去除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外部变数 认知有用 认知意用 态度 意图 跟实用行为 这个就是各位用到最多的 它的英文叫Tekon 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就是 Vagasky当初有一个叫建构学习理论 建构学习理论还有它有一个叫进策学习区 进策学习区 对Vagasky的理论很多 过去有很多人在探导 那个是学习动机 学习行为的理论很多 它有认知主义 它有行为主义 其实我们过去就是三个嘛 过去我在学教育理论 那应该是民国六十年前后 和五十年前的 我们把理论问为三个学派 一个叫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一个叫行为 理论应该是人本 就是这三个学派 那各位可以根据这里面去找 这些学派 其实现在最多 最被人接受的是进策学习 进策学习理论 那这里面有很多 因为我是在做这一块的 有创新学习 有企划性学习 有讨论学习 有翻转理论 我这太多了 另外一个 各位一定要知道有一些效应 各位应该听过一些 叫破伤效应 一个叫比马龙效应 一个叫月音效应 一个叫清醒 心情效应 每一个效应都有它理论背景 我记得我们里面有一个叫比马龙 比马龙的意思是 你把小孩子比成马 他就是马 你把小孩子比成龙 那就是连龙 我不知道跟这个 Matic effect 到底有没有相近 你要比强者 他就更强 你比弱他就比更弱 所以 认真讲你要做一个研究 要读的书也是蛮多的 也是蛮多的 各位最常听的就是 破伤效应 破伤效应就是 好像在西乌 在美国每一个地方 他把一个 日光跟制造厂商的工厂 做来实验 那实验的结果是说 如果把工厂的亮度 流明度加高 产能会增加 另外一个工厂就用一般的 另外 他说实验主跟被造者 实验主就把灯打亮了 打亮了以后 大家就相信说 流明度增加 产能会增加 结果这个研究被复制了好多次了 很多次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名字 叫破伤效应 结论的结果 产能增加不是来自于流明度 是来自于实验者受到观察 这个叫破伤效应 有一天我一个学生 他肚子痛了 我就跟他讲说 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日本过来进口 从日本拿回来 这个药非常有效 大部分你吃的都很有效 我就拿给他吃 他相信那个真的是日本进口来的 这后以后我过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说有没有效 他真的很有效 我告诉你我给他吃的是建树塔 所以 期望好奇跟被观察 是影响心理学非常重要的因素 心理学研究 像各位要做都是两个礼拜就要把它完成 四个礼拜 等我想那是学习性论文 我常常做硕士论文 如果国家的政策 用学生的硕士论文去做一季 国家三天就亡国了 所以你的论文只不过是达到你 深等体系的主要目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学习到了论文怎么写 它的过程是什么 至于要提到它的 我不建议各位在论文上写到论文的贡献度 不要再去写这个了 过去可以 现在其实没有意义 现在论文发展到现在了 去写论文贡献度没有很大的意义 好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文献探讨 文献探讨是一个历史性的 我们过去根据过去前人研究发展的成果 架在你的论文的基础 所以无论如何 在你的第二章第三章 在你的第二章第三章 务必要提到 你所进行的论文是根据哪一些理论基础来做的 好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章 文献探讨 现在来跟各位谈谈的是第三章研究方法 各位记得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序论它是一个理念性的 文献探讨它是一个历史性的 研究方法其实它是系统性的 它是根据科学方法来做的 我们把研究方法就是你的论文的方向 大致上可以分为直性论文跟量化论文 硕士阶段建立引用量化论文 因为量化论文它大致上重视的就是过程 那直性论文它重视的是你的理念想法 你的理论基础 恩老师进行数位学习已经投入将近三四十年了 我都不敢说我有办法去建立学理理论 你们两个月三个月怎么去建立 所以因为你们都念硕士 其实各位都认为你不会念博士 我现在告诉各位 哪一天你想不开你就会去念 真的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可是它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硕士做完了因为它没有用过统计 你突然就问他说 请问什么叫提考验 他说他不知道 如果一个要到大学去教书 具备大学教书能力的老师 他连提考验都不知道 你认为我们把大学生交给他 你安心吗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现象现在普遍存在 普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越了解越担心的原因 所以我建议各位说事论文 进行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 你必须把这些统计方法 我下面所写的每一个都要 都要了解清楚 这下面还有 ANOVA 就是下面还有 只是我刚没有 待会我把它抠进来 具战症的研究方法 它有直视性量法 它其实有问卷调查 还有那个叫田野调查 还有观察 还有实验研究 它有很多很多 那些架构的因素 我常常在讲 你必须要有自变相 你要有中介变相 还要有异变相 你应该要存在这三层 因为你是学习性的 如果你不存在这三层 你要去做回归 可能只能做简单回归 好 学法呢 假设请你去找书 研究假设 这个其实我上课都有讲 一般来讲 研究者所取的假设 就叫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的背后 另外还有一个叫虚无假设 叫虚无假设 那虚无假设的另外一边 就是对立假设 那虚无假设就是统计假设 对立假设就是研究者假设 你再来 各位要了解 研究假设 接受跟拒绝的统计方法 然后你的论文里面应该要描述 研究对象 包括人事实地物 还有研究工具 一般我们把研究工具 这个是你们最重要的部分 研究工具我一般分为三项 一个教学工具 一个测验工具 一个问占工具 三项都可以去测它的性度跟效度 三项都可以 那各位把问占的性效度 经过统计跑出来 请放在第三章 不要放在第四章 我再讲一次 因为你们只要看到SPSS的结果 通通丢到第十章 第三章是你在发展工具 你的性度效度在这里较大 你工具发展完了以后 你才会有真正的测试 所以浴室阶段跟测试阶段 第四章在讲的是正式阶段 第三章则是你工具的性度跟效度 再来你要加入一个研究流程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 各位都有一个流程表 从头到尾 一张表格全国硕士论文通用 这根本都是剪帖 其实你要在那个研究流程里面 写下你个人在进行这个论文的过程里面 发生的一些问题 应该注意的思想 再来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 一个叫描述统计 一个叫推论统计 推论统计里面 因为这个收到叶数的先赞下面没有 看能不能拉大 没有拉大的话 从这边开始打 那第一个T-test 第二个anova 各位记起来第三个相关 第四个回归 第五个因素分析 至少你要做到这五个 再推论统计 再讲一次 第一个T-test 第二个anova 第三个相关 第四个回归 第五个因素分析 好 这次就是我跟各位讲的研究方法 那这一二三章累加起来 就是你的论文计划 论文计划应该来讲 一般内不要少于二十页 一般来讲不要少于二十页 你的论文计划必须要在你的计划发表前一个礼拜 交给计划发表的口识教授 看其实我们学校的计划发表是形式 那如果在台大 陈大台经教那个顶经学校他们是辞职的 那现在因为招生的关系 所以都把流程走完 还是有这个流程 所以各位要 就是在你毕业的前一周 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前一个学期 毕业那一个学期叫论文口识 毕业的前一个学期叫计划口识 那各位可以算一算 如果你是 2年要念2年应该在第三学期 如果各位12年1年 应该是在第一学期要进行论文口识 所以请各位实诚务必做好 这是以上我跟各位讲的 研究计划算写第一章 第二章跟第三章 是 是 是 谢谢大家